我的心裡你都看得見 我來做個參考說明 他的手像是剛才我就先畫好的 他的手像呢 這三條線 我們說人的手上有三條主線 三條主線就是 生命線 智慧線跟感情線 他這三條線這麼明顯啊 這三條線非常明顯 沒有亂 很簡單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真的耶 你的線好清楚喔 一般藝人喔 一般藝人至少這個感情線 會亂七八糟 對 他都沒有耶 他都沒有 所以他真的是很真直的 所以你真的是像你說的一樣 一點都不亂 我真的是這樣 幹嘛一直就在配你就對了 但是他的手上唯一的一條線 要說明的現在就是 這一個我們稱為 叫做命運線或者事業線 卻是很清楚 但是都是斷斷續續的 反而斷斷續續 照友朋的這個年紀來講 通常這邊可能還不太明顯 但是他在這個年紀 已經很明顯了 但是都沒有連結在一起 這表示說他都很投入 很投入 但是拖著很多 沒有順利 再回頭看一下他的面相 他的鼻拳配得滿好的 對呀 鼻子跟拳骨配得很漂亮 鼻翼那邊肉也滿多的 對 你未來我認為會更好 因為你的運呢 現在從眉毛開始走入眼睛 對 再走入鼻子的時候會更好 更不錯 好 來我們來 看得見 就像個身有 起到一個帶頭的作用 那當然我覺得在做的過程 你們肯定需要一些媒體相關的報導 然後來讓大家知道這個事情 才能夠起到一個帶頭的作用嘛 可是有時候你做的多了 難免可能有些人就覺得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在顧名調遇 你是不是在炒作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 一些此段分寸要拿捏吧 第二個我覺得 可能能做到溫馨無愧就好了 情來關心解開鴉困 某著愛共去心 財物免順已經會戰爭發生 專注會展出了友朋在各個階段 參加活動所穿著的衣物 而意賣會所得的善款 將全部捐獻給中國殘障兒童康復中心 那天到場的許多殘障兒童 都因為看見了自己喜愛的友朋哥哥 而興奮無比 當然面對這樣的另一種熱情 友朋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小朋友的要求 明天的時光還想起 昨天你寫的日記 明天的時光還天氣 曾經最愛過的你 老師們都會想一起 才播出問題的你 我也是偶爾般相見 從2002年起 蘇友朋當起了愛心大使 他與北京朝陽區 弱智兒童康復中心的小朋友們 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新專輯《最愛》就是蘇友朋專門 為智障兒童推出的 記得帶上我送你的彩虹 原工作匆匆返台為纏上歌迷推出立志書 舉辦公益募款簽書會 本來只是想今天 沒有想到在現場真的可以募到這麼多錢 本來只是想說 OK 藉由公眾人物的關係 把這個消息先散布出去 然後我想目前聽說已經有三萬多塊了 那照這樣子的速度 因為我剛才簽還真的才十幾分鐘吧 照這樣速度我看 對啊 希望他們的日子可以 對 這是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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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礼物都变成善款 还在现场设置了一个捐款箱 之后苏友鹏爱心基金会正式启动 主办方在现场也安排了一个小朋友献礼的环节 但这下可给苏友鹏出了一个难题 老苏友鹏就赶到华阳敬老院 与老人们共同安度节日 一曲当年小虎队的代表作爱 也代表了苏友鹏对老人们的一片爱心和笑心 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